10.0 里交通改善計劃的領域 在第一年車禍下降了47% 到第三年車禍傷完的時候下降60% 我們發現即時Fact Chat 直播這件事 過去應該是沒有台灣媒體這樣做過 所以我們的做法幾乎可以算是台灣首創 那我們也覺得這樣的做法其實是可以帶來一種新的嘗試 除了在鏡頭前大家看到我們線上即時查核資料外 其實在辯論會之前我們就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課 還要做考前猜題去想說對方可能問哪些問題 要找出對應的答案才有可能說在即時的事實查核中 馬上找出來結果讓大家看 我作為一個醫師的市長 這個是我的承擔 全台灣所有城市的天市政黨政治人物的信任 我們一定要 假新聞一旦出去了 那傷害就已經造成了 事後再怎麼補救其實都來不及 所以呢 要在幹話說出的同時就要打擊它 這樣效果最好 雖然這樣成本最高 可是我們還是覺得一定要這樣做 那透過Fact Check 民眾會自己主動的去瞭解這些資訊是不是正確 那才能夠減少假新聞帶來的危害 也讓政治人物不敢隨便講幹話或者是謊話 總之要麻煩 headed Hog 有人會弄有些關係 abei需要稱部 等等 本來也讓大家加油 成功